杨国中专权乱政和杨贵妃有没有关系 杨国中是怎么取代李丁所在 杨国中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 把朝廷搞得乱七八糟 导致安史之乱的呢 大唐贵妃第五期 外戚乱政 俗话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杨贵妃得到了唐玄宗的专注 而杨氏外鸡也跟着受到唐玄宗的恩宠 著名诗人白军名在长恨歌中就说道 姐妹兄弟接力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也就是说 在天保年间 杨贵妃的娘家人跟着杨贵妃占了不少慌 天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道衰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 唐玄宗重用杨贵妃的远房哥哥杨国中 杨国中权倾朝野无作非为 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将唐王朝一步步推向深渊 那么杨国中专权乱政和杨贵妃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杨国中是如何发迹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生 带我们还原历史走进杨贵妃 重温那晚让人荡气回城的西美故事 敬请关注大唐贵妃地及外妻乱政 我们知道杨氏外妻的人员 主要有杨贵妃的哥哥杨显 唐兄杨齐和远房亲戚杨昭 这个杨昭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杨国中 杨昭是怎样成为杨国中的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现在先叫他杨昭 那么神书记载说杨昭这个人呢 生得非常聪明 灵力能干 但是呢就是不好好学习 不想读书 他有两大爱好 一个是喝酒 一个是赌博 那么因为饮酒赌博 欠下了债务 欠债不还 收到了亲戚伶俐的逼试 大家都看不起他 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杨昭已经是三十多岁的人了 到现在呢还是一事无成 那么因为大家都看不起他 他自己觉得也不好意思 后来听说他的远房唐书 梁玄言在四川作官 所以说性就跑到城东去 从军当了兵 那么当时呢 这个一路长使张宽 很看不起杨昭 把他打了一顿 这一打果然起笑 这个杨昭呢 泛然悔悟 据说他屯田搞得很好 因此呢 他得到了新都位 这样的官职 新都位就是新都县位 这个新都县呢 在成都北 离杨昭言当官的熟州 不是太远 杨昭言死后 他的儿女们没有成年 因为这个杨昭年龄比较大 所以曾经去护士其家 就到他家里去看一看啊 照顾一下 结果没想到呢 他与杨归费的二姐 也就是后来的国国夫人 产生了一种暧昧的关系 而这种暧昧关系 后来成为杨昭发迹的一个跳板 杨昭在四川当新都位 但是呢 他这个赌博的习性不改 欠下了巨额的债务 把家的东西输光了 穷困了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自己感到非常失略 而这个时候 成都有一个大商人 叫做贤于仲通 贤于仲通 他觉得杨昭这个人呢 有江湖的本领 贤于仲通帮他娶了一个妻子 叫做佩柔 又在那生了孩子 几年以后 杨昭终于时来运转 开始风黄通达了 是什么事情让杨昭 时来运转 飞黄通达了呢 那么这个事 就和杨昭桓有关系 原来啊 当时的简南节度使 张求坚穷 他和朝廷中 未有大权的宰相 李林复 格格不入 他害怕这个李林复整他 他朝廷就没有靠山 想找一个靠山 忽然他听说 川妹子杨昭桓 得到了唐宣宗的冲爱 他认为这是个好机会 所以呢 就把贤于仲通召来 让他到朝廷中去游说 希望和杨归妃建立关系 贤于仲通说 他是个商人 他对朝廷的事情不太懂 但是他手下有一个人 杨昭 是杨昭桓的远房亲戚 可以帮忙 当时这个张 张求坚穷呢 听到这话以后非常高兴 把杨昭就召来了 那么他看杨昭这个人呢 长得很机灵 能说会道 但是很机灵 所以就任命他为推官 代表建南节度使 向朝廷进贡春间 那么临走的时候 张求坚穷对杨昭说 说我在匹前那个地方 给你放了一天的粮食 一天的口粮 你去以后把它取一下 结果杨昭到匹前一看 好家伙 哪里是一日之粮啊 那分明是价值百万的熟货 就四川地区出产的图特产 价值价值很高的 当然那个杨昭很高兴 他心里明白 张求坚穷给他这些东西 实际上就是礼品 让他到朝廷中去拉关系的 那有了这些礼品 杨昭他心里有了底儿 所以就周夜兼程 在天宝四载的十月 赶到了长安城中 他首先找到了杨氏兄妹 给他们分发了礼品 然后又通过国国夫人 韩国夫人找到了杨贵妃 也给杨贵妃送了些礼品 那么在送礼品的过程中 一方面是去旧情 另一方面呢 表达了张求坚穷的意思 那么俗话说得好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这个杨氏兄妹呢 拿了人家的东西 收了人家的礼品 当然就要去他说话 所以呢 杨贵妃 韩国夫人 国国夫人 见到唐玄宗 就在唐玄宗面前 夸赞杨昭 说他有个远方亲戚 杨昭啊 这个人可了不得 这个人呢 非常聪明 能干 他这个人呢 有一个很大的本领 是别人没有的 就是善于楚谱 就善于玩一种赌博游戏 这个本领很高 那么初步呢 也叫做五目之戏 唐玄宗也很邪 这种游戏是在于 这种赌博性质的游戏 那么唐玄宗经常在宫中玩 觉得工人玩得不好 听说杨昭玩得好 就把他招进宫来 让他来计数 他们玩的时候 让杨昭计数 结果杨昭呢 他这个勾教精密 分毫不畅 唐玄宗心里就非常高兴 哎呀 说他跟他脑子这么好使 就他产生了好感 那么因为杨昭 是杨贵妃的远方亲戚 他又收到了 由于这种本领 受到唐玄宗的喜欢 所以唐玄宗缩醒了 就给他一个金官 叫做金武兵曹参军 这虽然是一个八品下的小官 但是呢 他能够出入宫中 容易见到皇帝 所以这对杨昭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当然了 杨昭进朝的目的 主要是为张求兼雄办事 而杨贵妃和他的姐妹们 在唐玄宗面前 也说了张求兼雄的好话 因此呢 唐玄宗就把张求兼雄 从简南 从四川 调入京城 让他当了户部尚书 兼监察御史 而是他成为一个 朝中的一个重要大员 那么由于杨昭 本人精于计算 深得唐玄宗喜欢 那么当时呢 唐玄宗认为 这个杨昭这个人呢 他有经济头脑 他所做的曝书 非常精细 没有一点差错 所以他认为呢 这是一个好肚之狼 所以不久 他就让杨昭 给当时管财政的王洪 当了手下的一个判官 那么从此呢 这个杨昭就留在京城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杨昭啊 他的发迹 确实是和杨归妃有关系的 如果说他没有这层关系 没有这层亲戚关系 他是不可能进入朝廷 不可能见到玄宗 更可能在朝廷中当着一个官 但是杨昭后来步步高升 从一个普通的官员 成为朝廷的一个大员 甚至干部朝政 这个事情就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和杨归妃并没有多少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杨昭在做了京官之后 一方面 他努力的发挥自己的才能 是唐宣宗信任他 另一方面 他也为自己寻找靠山 那么当时朝廷中 在玄宗之下 掌握大权的 就是宰相李林复 那么在以后的几年中 杨昭追随李林复 对当时的主管财政的 维艰杨慎金等人痛下杀手 那么最后他的职位 也就是越来越高 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财政新星 在当时光彩照人 因为杨昭他采取了 比他的前辈 像王洪等人 更为激进的一种理财方式 那么他能够从地方上搜刮来 别人搜刮不到的这些财货 所以唐玄宗心里很高兴 那么石头记载说 在天保八年的时候 当时京城的座藏库里面的财务 已经堆积如山 杨昭为了表现自己 他请唐玄宗到座藏库去参观 唐玄宗带着文百官去一看 好家伙 这个座藏库里面堆的货物 那数也数不尽 所以从此之后 他视财货如粪土 大量的赏赐 他觉得国家富有的了不得 殊不知这些东西都是杨昭 从地方上搜刮上来的 那么由于他采取的这些 剧烈剧裁措施 满足了唐玄宗的需要 所以唐玄宗对他格外信任 他的地位也就予日俱增 那么石书记载说 在天保九宰 唐玄宗又给杨昭加了一道官 叫兵无尚书 杨昭说 请皇帝给我赐个名吧 唐玄宗想了想去 觉得杨昭对他很忠诚 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杨国忠 从此之后 杨昭就变成了杨国忠 杨国忠 仰仗李林府的帮助 和唐玄宗的信任 平步精力 但是他并不满足 他意心向取代李林府 坐上梦寐已久的相位 那么为了达到此末地 杨国忠会怎么盘算呢 他采取了三个措施 或者说他采取了三个部阻 第一步是福利抽薪 杨国忠为了达到李林府 他首先要清除他的左膀右臂 所以他在朝廷中找了一个 和他同气相通的人 那就是姬温 姬温实际上这个人是个两面派 他一方面是对李林府非常的尊重 另一方面实际上他也是有野心 也想取代李林府 那么他们找机会 找这个李林府手下这些人的麻烦 那么最后呢 他以这个贪赃亡法这样的罪名 把李林府手下的心腹 贬足出朝庆 那么这个事情 无疑是对李林府的一个打击 但是由于罪证缺早 李林府呢是有苦难言 那么在福利抽薪成功之后 杨国忠开始实施第二步 就是错期权势 李林府目中无人 但是呢 杨国忠要打打他的嚣张气焰 那么李林府为了抓权 他自己呢 申请自己要兼任 说方军节度使 因为他是宰相 不能够辅任 所以他就推荐了一个 土爵出身的胡人 叫阿布斯 让他来当 说方节度使的副使 实际上来管理地方 那么这个阿布斯呢 他是土爵贵族 他看到唐朝强盛 又率了他的部落 屠靠了唐王朝 唐王朝给他了很多官职 尤其是唐强盛 还给他赐了姓 称他为李显忠 希望他能为朝廷尽忠 但是他没有想到 唐强盛有一天呢 他头脑发热 他要调这个阿布斯 也就是李显忠呢 到幽州去 阿布斯 他和幽州的安禄山之间有矛盾 他害怕到幽州之后 比安禄山吞并 所以他不想去 那么不想去 这就是抗旨 抗旨 这是一种罪过 他想来想去 索性造反 把他的部队一带 回摩北去了 他的大摩一北去了 也就是说阿布斯公然反叛 这件事是唐玄宗大怒 唐玄宗派 陈千里 率兵围交 那么最后呢 把这个阿布斯 抓回长安 在猪托大街 斩首示众 阿布斯的公然反叛 是李林复的严重失职 因为他是李林复推荐的 那么李林复没有办法 只好引咎辞职 辞去了他这个 书方节度室的职务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呢 是李林复呢 当头来一棒 长安说 夫双指 或不单行 就在李林复 受到阿布斯 这个事件的打击的时候 唐朝长安城 又出现了经济危机 什么样的经济危机呢 是所谓恶钱流行 因为在这几年的江淮地区 有些人呢 开始造恶钱 就是造一些 粗质滥造的货币 那么这些官员和商人 用5比1的比例 从江淮地区 把这些粗质滥造的货币买来 在长安的大唐东市 大唐西市 肆意销售 肆意行用 结果造成了物价飞涨 老百姓怨声栽造 那么作为首席宰相 李林复没有办法 他要出面干涉 他从国库里拿出了一些钱币 以低价要兑换这些恶钱 但这件事情呢 损害了这些贵族的利益 他们觉得自己花钱 买了这些钱贬值了 所以呢 就纷纷抱怨 那么杨国宗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给唐玄宗建议 说这个李林复啊 在这件事情上 处置欠当 那不能这样做 这样做的话 会引起社会矛盾的加剧 那么于是 唐玄宗按照杨国宗的意思 除了这个用吕 或者签做的这些恶钱之外 其他的这个恶钱呢 都让他继续行用 也就实际上就是 废除了李林复的 以好钱换恶钱的 这样一个政策 使李林复再度遭受了打击 那么李林复 接连两磅 挨劳两磅以后呢 有点心灰意冷 那么杨国宗趁机给自己捞好处 他看那个 李林复的这个期限已经压下去了 他向唐玄宗提出 要为他的舅舅张一芝平反 他的舅舅当年呢 是武则天的面首 情人 那么现在呢 要给他平反 同时呢 申请自己监领 简难节度使 自己要在外面去掌兵权 那么对杨国宗的请求 唐玄宗一一照着 那么眼看着杨国宗的这个权势 愈日俱增 而自己的权势呢 是越来越小 这个李林复呢 心如刀绞 他觉得他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宰相 有这么大的功劳 那么现在呢 落到这个地步 实在是不应该啊 那么在这种心理交税之下 他得了病 而这个病呢 是越来越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杨国宗他开始实施他的第三部计划 那就是落井下石 李林复病重了 那么医生看不好 当时有一个方式说 其实你这个病呢 不需要就医 不需要看医生 只要皇帝见一面 你的病就会好了 这个消息传到了唐玄宗耳朵 唐玄宗呢 念及李林复 长期当宰相 帮他处理朝政 准备去看一看 结果因为这个李林复呢 得罪的朝臣太多 大家都劝玄宗 你不要去 不要去 那后来玄宗选了一个折宗的办法 他来到将圣楼上 面对着李林复家的这个住宅 手里拿了一个红金子 招老招 算是对李林复的安慰 当时这个李林复已经病入高荒 自己不能起来跪拜 由他的家臣呢 带起行礼 那么几天之后呢 这个李林复就一命归西了 李林复这个人呢 他当宰相十九年 专断独行 遗属这天 那么为了控制朝纲 控制权力 他想方设法架空玄宗 然后把大权呢 掌握在自己手中 排除异己 打击政敌 无所不用其极 很多的忠臣议事 都被他赶出朝廷 所以他一生害人无数 所以当那个李林复死亡的消息 传出来以后呢 有很多人呢 是兴高惨烈 谈官相亲 他就都觉得死得好 这个人早该死了 那么李林复 李林复在临死以前呢 杨国宗曾专门去看过他 那么李林复就说 看到杨国宗的时候呢 他声乐俱下 他说 林复将死 公必为宰相 当以后世相对 他说我呢 现在要死了 你将来肯定会当宰相 如果你当了宰相的话 我的后世还要托转你办一下 杨国宗表面答应了 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在李林复死后呢 他开始准备对李林复进行清算 那么他联合当时的陈希烈等人 开始争李林复的材料 他让人误告 说这个李林复呢 与阿布斯皆为父子 谋头反叛 唐贤宗听了的话 觉得好像还有点道理 就派人去调查 其实呢 也没做什么调查 他就决定呢 开始削除李林复的官职 当时李林复还没有下葬 唐贤宗让人去 把李林复的棺材抛开 打开棺材之后 把他的嘴撬开 取出了含在口中的珠宝 同时把身上的紫衣禁运袋 给他扒掉 然后让他换上一个很小的棺材 以树人之理埋之 那么本来呢 这个老百姓 对李林复都是相当痛恨的 朝城很多人对他也很痛恨 但是现在杨国宗来构陷他 是他落得了这样一个下场 大家反而开始同情李林复 杨国宗他通过这种手段 通过三部曲 彻底打败了李林复 取代了李林复的地位 所以在天保十一年 杨国宗他最终当上了右相 兼文部尚书 所谓右相文部尚书 实际上就是中书令兼立部尚书 这个中书令兼立部尚书 他是管朝廷决策的 管人士的 是朝廷宗的实权派 就过去呢 是李林复一手遮天专权 现在呢 杨国宗取得了他的地位 那么本来 李林复在去世之后 唐强宗应当把权力收回来 但是唐强宗在这个时候 他依然是在于这种事 他不想干事 他认为这个杨国宗可靠 所以呢 继续让杨国宗代替李林复 来治理国家 虽说李林复和杨国宗 都是被史苏所谴责构平的坚硬之臣 但是 两个人还是有所屈禀的 李林复口义复健 老谋深算 是深安围观之道的老辣政客 而杨国宗只不过是政坛上的一个暴发送 他身上蓝图世景无奈之心 那么让这样一个人来做审相 唐王朝能不出乱子吗 史书记载说 李林复当周十九年 养成天下之乱 而最终在杨国宗掌权之后的几年间 杨国宗是忠成其乱 唐上这个乱政 起于李林复成于杨国宗 杨国宗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年内 把朝廷搞得乌七八糟 最终出现大的乱世呢 那么从史书记载来看 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 他独断专行 一手遮天 杨国宗取代了李林复的相位 同时也取代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 李林复当年为了拱估自己的地位 就是拒绝大臣向朝廷提一件 他曾经向朝廷说 说现在明军在上天下无事 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们没看朝廷外面立的那些李战马吗 这些李战马打扮着珠光宝剃 藤天站在那地方 一声不吭 他可以享受三品官的除渡待遇 但是如果他叫一声 马上会被废除 以后想再不叫 也不行了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当你们的官闭着嘴 不要提一件 那现在杨国宗 他也向朝廷提出了一些要求 让朝廷是只报喜不报忧 那目的还是为了 让唐宣宗知道 他这个官 他这个优相当得好 那么史书记载说 杨国宗啊 这个人很强势 啊 自治通奸卷216记载说 国中为人强辩而清操 无为义 既为相 以天下为己任 才觉机物 果敢不移 据朝廷 让为恶婉 公卿以下 移植气势 莫不知有设 他以天下为己任 我现在天下就是他了 他说了算 所以公卿大臣呢 都害怕他 他要求大臣报喜不报忧 那大臣没有办法 那如果谁有意见 就把谁排挤出去 那就是顺我这昌 你我这王 那么当时啊 这个天老下雨 长安洛阳一带 阴雨连绵不断 庄稼受灾了 那么当时啊 这个朝臣 没有人向朝廷来汇报灾情 唐权宗看了以后 觉得很奇怪 说不停的下雨 庄稼会受灾吧 杨国宗呢 他故意让人找了一些 长得是比较好的和苗 拿给权宗看 说你看不要紧 这个庄稼呢 还是不会欠收的 当时这个福凤卫 防管 防管就说 说我这地方受灾了 结果呢 这个杨国宗马上派人去 把这个防管抓起来 进行推举 吓得其他官员呢 从此以后再也不该提借 他这样做的目的 当然是要把大权 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那么杨国宗呢 论政的第二种做法 就是用人为资 孙我这昌 你我这王 那么唐代前期啊 他制定了比较好的用人制度 唐朝的官员呢 一般有三种途径 一种呢 是门婴 一种是科举考试 一种呢 是留外如流 其中的科举考试呢 是最主要的 选官用人的途径 那么科举考试 选官 那目的主要是为了 扩大统治基础 是为了把这个 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 都选进来 让他们当官 扩大统治基础 当然你要参加科举考试 你得有知识 有文化 那现在呢 杨国宗他不这样做 杨国宗呢 他觉得这个 用官 选官用人要靠资历 论资排辈 这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在天保十一载 杨国宗当了载相后不久 他就宣布这条消息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 这个政策一出来 马上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因为有很多人过去呢 地位比较低 因为没有才干 没有政绩 所以不能提升 现在呢 都有了提升的机会 所以他们纷纷表示赞赏 那么有人呢 甚至在朝堂上立碑 对杨国宗进行歌功颂德 那么后来呢 杨国宗他觉得呢 过去选官速度太慢 过去唐皇朝选官呢 就是说在科举考试之后呢 还要经过吏部的全选 吏部通过申言书判 念试以后才能授予官职 他觉得这个太慢 从春季到秋季 时间太长 所以他把这些官员召集起来 在上述都省开会 一天就把当时的官员全部选完了 当然这样草率形式 肯定是宁物北出 但是呢 他的这个手下的干将 贤于中通等人呢 授予这些得官的人 在朝堂上 对他说好话 赞美他 说他这种做法非常好 所以史书记载说 所以杨国宗他这样做呢 是为了给自己了拉关系 那么由于这样做的结果 就导致了唐朝这个各级官吏 论子排辈这种现象的严重性 很多人呢 思维素参 没有什么才能 但是他得到了比较高的地位 杨国宗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公然干涉科举考试 那么在天报实在的时候呢 他陪唐玄宗到华兴宫去了 他的儿子杨宣 考明经 因为他的儿子不学巫术 考试不及格 那么当时这个主考官达西群 觉得是杨国宗的儿子 没有马上让他落地 没有敢马上把他判落地 不及格 他就缩性地让他的儿子达西群 到连同去找杨国宗 给他打个招呼 杨国宗看到了达西群 因为他的儿子考上了 免得笑色 结果这个达西群说 说家父来信说 杨宣这次没考好 没考好 不及格 杨国宗听了这话以后 勃然大怒 然后骑上马就跑了 所以达西群没有办法 也只好让杨宣 金榜其名 杨国宗乱政的第三个做法 就是疯狂的剧脸 杨国宗他是以善于理财而著称的 他为国家剧脸 同时也为个人剧脸 杨国宗的剧脸 在当时很多人看来 就是苏瓜 他不是想方设法去发展生产 而是千方百计的进行苏瓜 那么谁进凤的多 谁给朝廷招的税多 那就可以提升谁 就可以当考官当大官 那么这样一来 地方官纷纷苏瓜 向朝廷进凤 所以国库想得很充实 而杨国宗本人 在这个过程中 也给自己捞到了很多的好处 可以说杨国宗也是 唐代历史上的一个大贪官 是唐代的和尚 杨国宗家里有多少财物呢 史书记载说 他家里鸡尖三千万匹 大家听一听 不是三千匹 是三千万匹 那其他的这个金银珠宝就贵了 杨国宗的这个人生信条 是及时行乐 在位的时候及时行乐 那么为此呢 他的生活呢 极度奢华 他不仅在长安城宣扬房 为自己盖了豪华的宅地 而且做了很多 让我们现在想来匪夷所事的事 你比如说 他用这个檀香木来造楼阁 然后用这个紫檀木呢 做护栏 然后再用这个乳香和摄香 合着粉 然后来粉刷墙壁 那么冬天 用白檀木抬楼底 然后在这上面生火 他生的火呢 是用这个炭销和蜂蜜 合成的这种复合材料 点燃之后呢 这个香溢 香溢满屋 那么如果冬天再冷的话呢 据说他就把比较肥胖的 这个冰雨呢 叫来 叫坐在他床边 围圈 称之为肉震 上有所好 虾壁深烟 在杨国宗的引导之下 他的这些妹妹们 弟弟们 也都纷纷仿效 所以这个 直书记载说啊 杨氏外妻 在这个时候呢 都是非常贪腐 一方面 他们从唐宣宗手中 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赏赐 据说呢 反正四方金凤 唐宣宗都是一分五分 给杨显 杨齐 韩国夫人 国国夫人 秦国夫人 每家一份 经常赏赐 就是他们还不够 他们还经常向周县呢 说要财物 周县这些官 为了得到好处 也纷纷的巴结他们 所以他们这个话呢 传到地方上 就像了个招式一样 他们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 估计在京城里面 经常修建豪宅 拆了建 建了拆 互相攀比 而且呢 锦衣玉石 也不是说在春天里 初春时节 他们要游春 他们让人呢 到处搜集名花议会 然后呢 把这些名花议会摘下了以后 放在一个遗春间中 然后造一个大车 让这些懂音乐的 凌人 在大车上面 然后吹吹打打 然后让这些兵女呢 拉着这个遗春间 跟他们去春游 剩下时节 列人炎炎 他就让这工匠 把冬天里藏的兵 然后叼成这个兵山 放在这个桌上来降温 或者是把它叼成龙缝 这样的形状 再配上金银彩带 送给这些达外贵人 然后这些达外贵人呢 就反过来给他们反馈很多的礼品 他这种奢侈孵化的生活 其实呢 已经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不满 当时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 已经看出杨国忠当政 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 所以他们已经对杨国忠 或者做出忠告 或者已经做出预言 你比如说在杨国忠当右相不久 有人呢 就对一个叫做张团的进士说 说现在朝廷上下 大家都去巴结这个右相 你怎么不去啊 张团说 你们以这个杨右相为泰山 而我呢 看他是冰山 如果太阳出来了 冰山就会融化 我看你们靠什么 说完话呢 他不当官了 他索性了到山里面隐居起来了 已经退休的宰相张九龄 也对杨国忠这个专政呢 是非常不满 他说现在这个朝廷中啊 这些八戒杨氏外戚的人呢 都是向火弃儿 就像围在冬天里 围在火边上烤火的那些戚盖一样 一旦 这个火尽灰灭 必将被冻死 那么由此可见呢 这个杨国忠专权 在当时确实是不得人心 说到这儿 大家想一想 杨国忠专权乱政 和杨贵妃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回想一下 杨国忠他最初 从地方上的一个小力 能够进入中央 这的确是 打了这个杨贵妃的这个招牌 但是后来 他之所以得到重用 并不是因为杨贵妃的关系 或者说杨贵妃并没有帮上什么忙 而主要是因为他的理财 财干 得到唐玄宗的上市 唐玄宗需要这样的人 而他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 所以他得到唐玄宗的一再重用 我们知道从这个亲书关系来讲 杨贵妃的哥哥杨贤 他的唐兄杨琪 都比杨国忠要近得多 可是这些人呢 他并没有赚权 这一方面是因为 他们没有经济才能 另一方面呢 也说明这个杨贵妃 并没有为他们谋多少利益 我们如果细细考察一下 杨贵妃和杨国忠的关系 其实他们相处得很平淡 杨贵妃身居宫中 那么除了参加一些家族的宴会 和朝廷的一些欢宴之外呢 他和杨国忠没有什么往来 杨国忠的乱政 他主要是唐玄宗信任 送拥杨国忠的结果 那么在杨氏姐妹中 和杨贵妃 杨国忠关系比较密切的 是国国夫人 国国夫人在小的时候 和杨国忠呢 他们有暧昧关系 那后来守寡在长安城中 杨国忠在长安城 经常也和他有往来比较密切 史书记在说 国国居中用事 必所好物 国忠比探知其微 必以为能 所以这个杨国忠呢 他后来一步一步的 做事情符合唐强宗的心意 他为什么这么能符合心意呢 主要还是因为国国夫人 他知道了唐强宗的好物 把这个消息呢 传给了杨国忠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 国国夫人对杨国忠的影响 都比杨贵妃要大得多 外企专权是历史上的常态 但是这个外企专权 往往会身败而名裂 唐强宗在开元初年 不忠用外企 但是到了天保年间 由于从外杨贵妃 他对外企的态度 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由开始的防围杜剑 到后来的重拥 包庇 重用 那么这个态度的转变 可以说是导致 外企乱政的一个根源 天保乱政 起于李林福 而成为杨国忠 当然了杨国忠 他造成了这种天保乱政 那么后来是给杨贵妃 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因为很多人认为 杨国忠是靠群带关系上去 他们把这个天保乱政的根源 看在了杨贵妃的身上 后来安隆山在发动叛乱的时候 就打出了诸杨国忠的旗号 同时对杨贵妃都有指责 安隆山是杨贵妃的养子 他为什么要指责杨贵妃 他后来呢 又给杨贵妃带来了哪些麻烦呢 请大家收看下期 谢谢